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耶斯哥 有问题就找耶斯哥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有一些朋友关心的一些具体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怎么样的呢 因为他们这些提的问题 都是有些在视频的下方 在某些视频的下方 然后这样的一些问题又具有一些典型性 如此同时呢 这些问题简单的用语言 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把它完整的描述出来 所以呢我就专门做一个相关的视频 详细的给大家聊一下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说的是这个学生签证打工的问题 同时呢他也提到了这个学生签证 转别的签证这样的一些问题 那实际上就是很有可能 这个提问题的这个朋友呢 他可能是对到美国来读书 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比较感兴趣 但是呢对这方面又不太了解 所以呢他希望能够多了解一些相关的话题 那么首先呢 那我就给大家详细的谈一下 首先就是这个打工问题啊 就是学生签证打工问题 学生签证打工问题呢 其实我可能没有专门的 用一个视频去讲这个问题 但实际上我应该在相关的找工作的这个视频里面 可能临心的提到了怎么样的学生打工的问题 那么怎么说呢 关于这个打工的问题 首先我想跟大家说 在美国打工 大家可能听到更多的就是这个公卡 对吧 说什么有公卡才能打工 没有公卡就不能打工 这个理论上是这样 理论上是这样 实际上怎么说呢 就是说如果说你真的想工作的话 有没有公卡你应该都会可以找到一些机会 比如说 当然可能你没有公卡的话 这个工资薪水什么的稍微低一点 或者是找的工作的这个受的限制会多一点 这个是很有可能 但是不能说你说哎呀 没有没有公卡我就完全不能打工 这个是完全是自己意想出来的 对吧 你比如说就不说别的 就是最近现在这个疫情期间 很多的朋友都失业了 或者说没有办法去找到常规的一些工作 你包括一些餐馆 他可能都减少招工了 对吧 在这种情况下呢 很多人找一些常规的工作可能都找不到 那怎么办呢 那其实也并不是很难办 你看他现在这个什么送餐的 送餐的人就变多了 对吧 因为很多人这个美国人都待在家里 但是呢他可能也有吃饭的需求 这样他就可以通过点餐的方式呢 然后这个送餐的需求就多了 也就是大家都待在家里 然后呢直接在餐馆点餐 就这种方式 对不对 所以呢 而这种送餐呢 实际上很多时候呢 你不需要公卡 你也可以去做 对吧 所以这种打工问题的话 如果说你是 不考虑到什么 说一定要有公卡的问题 你觉得这个 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 其实打黑工是完全可以的 如果说你觉得 哎呀 我这打黑工会不会有各种危险 比如说被美国政府给抓到 或者什么之类的 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你不要到处跟别人说 你说你打黑工 那肯定不太好 对吧 当然他一般那个美国政府 他也不会去查这种东西 因为很多低端的这种工作呢 他真的是需要一些这种 非法移民啊 或者是什么 无卡的工作人员去工作 因为他这个整个劳动力 确实胆缺的 或者说他们有有公卡的 或者什么的 他们就不愿意去做 这样的一些事情啊 或者说他们希望有更好的待遇 对吧 那个要求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只要你不想太多 我觉得找工作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万一你觉得 学生签证打工 打黑工是一个问题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不用打黑工 当然这种时候呢 可能那你的这个选择性余地就少一些啊 我跟大家再次强调一下 这个学生签证 其实他也是可以合法打工的 但是他这种打工呢 只能是在学校里面 只能是在学校里面 不能够在学校外面啊 正常情况下啊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现在读的这个大学吧 对吧 呃 我可以在这个学校里面 当然我 我有公卡 就是假如说我没有公卡的话 我是可以在我读的这个大学里面 每周工作 20个小时 就是不能超过20个小时 嗯 而且呢这个在大学里面的这个工作的薪水 其实还真的不低 你比如说在我们学校那个啊 如果你是做tutor啊 也就是做那个辅导啊 就是辅导学生啊 我我现在也在做这个啊 当然这个现在因为疫情期间的不能够去学校做了啊 只能搞在线的那种啊 这种tutor呢 就是他这个 呃 按小时付费啊 一个小时差不多18块钱啊 还是工资非常高的 至少说在拉斯维加斯这个工资标准还是非常高的啊 就如果说你一个小时里面你辅导同时辅导两个的话 那就是1.5倍的工资 呃 可能就是20多块钱 27块钱 呃 也就是说你在学校里面打工其实是可以的 那我们这样来算一下 假如说你一个星期打20个小时的工对吧 打20个小时 然后一个小时我们如果按20块钱来算的话啊 那么你一个星期应该会拿到400块钱 对吧 400块钱 一个星期拿400块钱啊 应该是比较足够了 至少在拉斯维加斯应该是非常足够了 相当于说你一个一个月啊 按四个星期算的话 四个星期多一点吧 可能也就也要接近2000块钱 对吧 那如果说你在边读书边能够拿到2000块钱的话 一个月的话 那这个收入在拉斯维加斯至少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你就相当于一年啊 你可以按十个月来算的话 你可以拿到2万 对吧 2万美元的话 肯定是足够你生活呀 还有 很有可能还可以 cover掉你的部分的学费 所以呢 这个打工问题 我觉得如果最理想的情况下 你哪怕就是只在学校里面工作 其实这个 收入应该也是足够cover你的这个读书的这个费用 当然如果说你是脱家带口 那可能这个成本稍微高一点 但实际上也高不到哪去 因为在美国的话 成本最高的就是租房子 而在拉斯维加斯的话 租房子 一家四口 租一个粮食的 两位的这种房子 100个平方左右的 可能也就1000块钱 住的非常的好的 所以呢 这个1000块钱就足够了 那吃饭呢 300块钱 对吧 其他的其实也没有很大的消费了 主要是这个住房 当然你如果是住在加州的话 那就另当别论了 对吧 总而言之呢 这个成本上其实是完全可以cover的 所以这个学生签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学生签转别的这个签证问题 那么这个就涉及到就是你如果读完书之后的一个出路问题 其实我一般提到这个的时候就是如果你就走读书路线 那么你读完了 如果你拿到美国的本科文凭 那你很有机会拿到美国的工作签证 就是H1B H1B 所以H1B H1B 我可以这样说 H1E 是1234的E H1B 这个签证 所以这个学生签转别的签证主要指的就是这个 当然呢 也有一批人的这个读书 觉得自己读不下去了 他有的读书读的 他可能就是读得差不多了 他又去申请庇护啊 或者是找到人结婚了 或者是搞什么这个那个 反正他也可以转 这个都是没问题的 对吧 你如果找到一个绿卡 或者找一个公民结婚了 那你当然就直接就拿到身份了 如果当然很多人 其实我觉得读书不应该是作为一个 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拿身份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问题 就是相当于说你选择这个读书路径 本质上来说就是你在美国重新你的这个职业规划 因为本质上来说你只要能够在美国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 你还担心你在美国拿不到身份 对不对 你在美国把自己变成一个人才 你还担心说这个身份问题 我就不相信这个问题 对吧 所以呢 很多的朋友把这个身份 这个关注点总是放在身份上 这个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因为实际上身份不是问题 而是说怎么样在美国重新开始你的生活才是问题 对吧 不是跟你说了吗 很多人即使拿到绿卡或者是公民 天天这个吃喝嫖赌 啥事都不干 那有意义吗 对不对 还是没有意义 所以呢 最重要的就是你在这一块新的土地上重新你的生活 你需要重新规划怎么样去做 所以大家的重点应该还是关注到我应该怎么活的问题 对吧 这个其实是重点 如果说你在美国通过学生的这个学习 拿到美国的一个文凭 或者说拿到一个资格证什么之类的 那你找工作绝对是不成问题的 很多同学就说 哎呀 我有这些 还是没有 没有 没有 找不到工作 实际上 那个问题还是在于可能你没有学好 对吧 因为你在这个学习过程中 你的这个语言能力自然的就提高了 因为你在美国的大学的学习全都是英文的 对吧 你不可能说是还是说 我学拿到一个文凭之后 我还是不会说英语 那怎么可能呢 对吧 除非说那里就是混出来 对不对 当然在美国里要混一个大学 那还是非常困难的 这个跟国内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吧 这边想混也混不了 所以总而言之呢 大家不要担心 就如果你选择这条路的话 其实这条路确实是越走越宽的 当然这个成本上 就像我刚才说的 要考虑在哪个生活的城市 这个可能是有关系的 大家要仔细规划一下 选择一个生活成本比较低的城市 这个对大家读书的压力要小一些 对大家的东西